开学第一天除了防疫 也希望让学生们丢一个好的兆头 大理区的桥带高中是特别准备了 6000多份的祈愿卡小红包 来送给全校同学 这张卡片的正面是可爱Q版的老虎 以及象征一元赋识的钱币 背后则是祈福小卡 同学们可以写下新年新希望 勇敢地朝设定的方向而努力 桥带高中校长与家长会长 分别送给各班代表开学校礼物 是学校特别准备的祈愿卡小红包 希望带给同学满满的祝福 收到这个由学校校方制作的这个卡片 然后正反面这样子 然后觉得很开心 就是一回到学校 刚过完年然后又收到学校的这一个小红包 乔泰中学发给每个学生一个小红包 然后就是背面还可以写说自己的心愿 四季二专会考得更好 学校表示这卡片背后是祈福小卡 同学们可以写下新年新希望 正面则是Q版的小老虎 及象征一元赋识的钱币 可爱又很讨喜 很开心就是学校特别办了这种活动 就是让我们不会就是只趋力在读书上面 就然后二年级了也快学设 希望明年可以考到好的大学 觉得这个红包蛮可爱蛮漂亮的 对就觉得今年蛮特别的这样子 所以学校会设计一个红包 有没有想要在上面写些什么信息 就是愿望 可能能考上好大学这样子 有人拿到祈愿小卡片 就迫不及待的书写愿望 学校首次送给小红包 鼓励同学们在新学期设立目标 勇敢逐梦 接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 好